今天上午我们班相亲会了 发生了一件特别狗血 结局呢又极其舒服的事情 有一位92年的男士啊 是一名工程师 这个长相气质都不错 在表白环节啊 就对一位长相漂亮的92年的姑娘表白 那他们俩的外形 其实给外人看来啊 属于很登顿的那种 就是郎才女貌嘛 他跟这姑娘表白说呀 自己看到她的第一眼 就觉得如沐春风一般舒服 那希望呢给个机会啊 认识一下 但这个姑娘呢 却说啊这个男士挺好的 谢谢你对我表白 但是呢我现在还需要啊 再考虑一下 男士听完呢就脸色有点尴尬嘛 然后推到了后面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女生啊举手示意说呀 自己想表白这个男士 这个女生呢是97年的啊 一名美术老师 他说自己啊留意这个男士啊 好久了 男士的行为动作啊 说话方式都很绅士 这刚才呢一起做游戏的时候 男士就会很照顾她的感受 自己在心里啊就喜欢上这个男士了 这刚才听男士啊表白这位92年的女士啊 自己心里啊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怕女士同意也怕男士呢不喜欢自己 但听到92年的姑娘啊说再考虑看看 他呢就不想放弃了 他呢就不想放弃了 他对男士说啊 如果你喜欢的姑娘不接受你 你可以接受我吗 我很温柔 可言可甜 也会对你很好 你刚才照顾我的样子呀 很暖 我也想有机会去温暖你可以吗 那这个时候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受宠若惊 就脸上啊就能看出来很高兴啊 而那位92年的这个姑娘脸上就特别尴尬 脸色也表难看啊就看着个男士 最后男士就对97年的这个姑娘说呀 我同意 也表示啊两人可以认识看看 人家姑娘啊立马是特别高兴的 又跑又跳呀去跟男士牵手 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位92年的那个姑娘呀就突然跳出来呀 开始作妖 跟这个男士说呢 我只是说考虑一下也没有说不同意吧 那你这么快选择别人 未免有点太渣了吧 那如果现在我也答应你 你会怎样选择 这个男士啊就有点尴尬啊 就对女士说呀 既然我做出了选择那就互相尊重吧 这姑娘听完就脸色啊 哎呀就很难看呢 转身就走了 相亲会呢也继续往下进行 虽然过程很狗血 结局啊却让人是极度舒适啊 我想对那位92年的女生说呀 不知道你所谓的考虑 是希望以朋友之名继续考察对方 还是想看看对方有没有当舔狗的潜力 你是觉得男人的尊严分文不值 还是觉得自己做绿茶呀做惯了 看男人都很蠢都得听你的 你丝毫没有对一个对你表白 却爱而不得的男人有任何的同情心 反而难过的点呀 是自己的虚荣心和面子受到了打击 备胎转身爱上了别人而不甘心 人呐不能太自私了 你给点小恩小惠当做施舍 别人就得摇尾感谢 当被别人彻底拒绝的时候 又说别人是渣 那就有点太不地道了吧